迪士尼乐园举行公益慈善日 估计会有近3万名市民入场 达到迪士尼预期人数的上限 赵海珠现在就在迪士尼 赵海珠多不多人入场? 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午时分 但仍然有不少市民陆陆续续入场 他们很多在入场之前 都会在迪士尼大门入口停下拍照 乐园估计今天会有大约3万个市民入场 而到目前为止他们暂时未统计过 有多少人已经入场了 早上大约9点 已经有大批买了公益慈善券的市民 在迪士尼门外排队 由于太多人 原本10点先开门的迪士尼 提早在9点3给市民入场 为了要和心外的卡通人物拍照 跑慢一点都不行 而一些热门的机动游戏 例如巴斯光年和飞越太空山 都很多人排队 即使是拿着雨一有期时间快征 亦都要大排长路 上网看定了别人的策略 和自己有上网 再看一看乐园本身的资料 很开心 和家人一起来 迪士尼虽然是小一点 但我都很意切期待 今天玩完了 不过一场大雨 就令到很多人非常狼狈 很想玩 但是觉得落雨天使 极有害怕淋湿 对于入场人数将会接近迪士尼预期上限 发言人话已经做好准备 迪士尼私家车停车场在11点多已经泊满了车 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市民尽量使用交通工具 今次的公益慈善日一共筹到超过970多万的善款 公益金将会将这一笔善款捐给社会上不同的团体 现场的报道暂时是这么多 将时间交回给王章桥 谢谢小海珠